空疾固缘起 这是相成的 第三个 空疾跟自信 它是相顺 而相反 它有两组 第二个是相反而相成 相顺呢 就是自信 即空疾 这是相顺的 相反呢 空疾非自信 空疾它不是自信 它不是自信 那第三个呢 相反而相成 那这个相反而相成呢 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看 如果我们看 这一组的内容呢 这一组的内容它比较 内容比较深一点 我们先看空跟自信 空疾跟自信 就是这个 空跟自信 二跟三 它说相顺而相反 相顺而相反呢 我们讲到这个空跟自信 一方面呢 自信是空的 因为自信呢是 我们颠倒执着 认为有一个有 没有实自信 因为没有实自信 所以呢我们说自信即空 好所以呢第一个呢 自信即空 因为没有一个实有嘛 没有一个实有法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 自信即空 但是呢它不可以说空即自信 空即自信就不可以哦 空即自信呢 它是不可以的 因为空是一切法的本性 一切法的究竟真相 但是自信呢 是什么呢 自信是颠倒执着 叫做自信 空呢是什么呢 一切法的本性 所以这两个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所以空即非自信 那第二组呢 空跟自信的第二组 它叫做相反而相成 那相反呢 因为自信 因为无自信 所以我们说空 那空固即自信呢 空固即自信 我们如果说以终极 来说明这个自信呢 空是真实 是究竟 也可以说空就是自信 这个在《波罗经》里面 有一句话 就是空即是自信 照理讲空跟自信 空应该不是自信吧 但是为什么空即是自信呢 从最终来看 最终极的 《波罗经》提到一句话 我们讲到说 一切法自信不可得 一切法无自信 但是 自信不可得 就是一切法的自信 一切法不可得 就是一切法的自信 我们是说法是无自信 但是我们说 一切法的自信是什么呢 就是无自信 这生不生 我们第一个层次要先 先要体悟一切法是无自信 这是第一个层次 对不对 一切法自信不可得 然后呢 自信不可得 就是一切法的自信 也就是说 一切法的他的自信是什么 就是自信不可得 所以呢 他才说空固即自信 这一个是最高 最高的 从圣意来说 所以圆起自信空 我们如果把它分成 一二三的话 那一开始呢 对于这样的论法呢 这样的观法 大家可能会 有点不太习惯 不太适应 因为我们一般 有就有 空就空 怎么空有能够不二 那 这个就没有办法 契入于 圆起无自信 诸法必尽空的 圆起性空 因缘法 去观察因缘法的无自信 无自信即空 因缘法 世间的这一切法 都是因缘法 有自信还是无自信 无自信 无真实的体性 既然无真实的体性 从因缘有 体悟到 他的无自信 就是他的必尽空性 这个叫圆起性空 性空 也是圆起的 因为性空的说明 不离圆起 这样的空有不二 空有无碍 是龙素菩萨所说的 所以这边提到说 圆起空假明忠道 他的说明呢 圆起是有 圆起 跟空跟假明跟忠道如何连结 忠论说的 说什么呢 众缘所生法 圆起法 因缘法 有为法 我说即是什么呢 空 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呢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有 什么 错 我凡夫就认为有 他有什么实在性不变性 我们认为 什么是有 我是有的 法是有的 好 所以 他说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刚才提到他说 圆起跟空用什么做连结 用无字 因为没有真实体性啊 一为是假明 因缘所生的圆起法 他是空的 他是假明的 他是中道的 不着两边 这个不着两边 除了不着两边 他也不是责中 这三一无碍的 十项是 圆起正法 这个也是 圆起正见 也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 体悟到 圆起法 他即是空法 他即是假明 他即是中道 在生文法当中 当然 他的 观法不太一样哦 他侧重在 我空 龙素菩萨 重在 一介法 皆空的法空 那生文法呢 侧重在 有情空 那就是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从 圆起法的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才能够 契入于涅槃 寂静 他是次地的 但是 龙素菩萨 就不是哦 三法印 他可以 集三而一 比如说 诸行是无常的 无有常性 常性不可得 就是什么 就是空 诸法无我 我性 不可得 不可得 是有 还是空 是空 所以 无常 常性 不可得 是空 诸法无我 我性 不可得 也是空 那 涅槃 极尽的 无生性 无生性 也不可得 不可得 也是什么呢 空 所以 三法印 即是什么呢 一时相应 声文学者 三法印 就是三个 三个呢 不一样 就是 不一样 但是 龙素菩萨呢 他能够空有 这个无外的容关 所以呢 在大圣法当中 骗通到一切法 侧重在法空 所以 缘起性空 缘起的诸法 他都是空的 这样的说明 那就是 宗论所说的这句话 缘起 他没有实在性 所以呢 缘起法是性空的 缘起法 他是生灭的 他 没有真实 所以 我们说缘起生灭的假明 因缘所生法 众缘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什么呢 忠道意 从缘起 无自性 体会到他的 必尽空性的 即灭性 那 这个忠道是什么呢 这个忠道是缘起 性空 性空 你还特不 还要不要在 直索有一个空 这样也不行哦 所以要怎么样呢 空意复空 一切法必尽空 不要再执着有一个空 好 所以呢 在龙树菩萨的思想里面 重要的 他的一个观法 缘起空 假明中道 还有这里的 缘起 自性空 那你要了解 缘起 自性空 这个 缘起 空 假明中道 那就要 用这个 龙树菩萨的一个观法 所以这个 中论的这句话 众缘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意 这样的缘起 这样的缘起法 这里为什么要讲缘起法 缘起法 就是我们世间的一切法 对不对 请问一下 大家 有没有观察到 缘起法 他的 极空 极甲 极中 我们是刚好相反 我们对缘起法呢 是 极有 极真 极偏 好 这是佛说的 正见缘起 那龙树菩萨呢 刚才提到说 他善巧的 沟通 空跟佑 比如说 他这边有 几组的内容 第一个呢 先分别 诸法 而说 后说 必进空 他这个其实是有先后的 你要说空之前 要先说什么 先说有 你不能说 不说有呢 就讲空 那就断灭空了 所以 先分别诸法的缘起 有 后说 必进空 所以这个空的说明呢 是 必进空 而 宛然有 空中呢 含有缘起 有的存在 缘起 这个必进空 而宛然有 宛然有 而什么呢 必进空 我们在 感觉 宛然有的当中 你要去体悟到什么呢 必进空 我们现在是有还是空 有 我们的有 是宛然有 其实 你要在宛然有 去体悟到 他的无自信 体悟到他的 必进空性 我们 会轮回 如果以中观来讲 是因为有自信值 有这个自信 对诸法呢 有实在性 不变性 好 另外呢 这个沟通空有呢 他说 世俗地当中 为假民有 圣意地当中 必进空 所以 我们如果在说明诸法 这是龙数学的特色 也就是说 他在世俗地当中 世俗地是有 还是空 是有的哦 但是这个有 假的 叫做什么呢 假民有 但是在 圣意地当中 一切诸法 必进空 缘其有 而必进空 好 所以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那个 中观的修法呢 有般若道跟方便道 般若将入必进空 绝诸细论 我们要断除烦恼 正得空性 这是般若道 第二个呢 我们要 利益众生的 这个 方便道 般若将出必进空 言土熟生 庄言佛土 利益众生 在龙数菩萨 他讲的必进空集当中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有 跟有 去你 不执着无 也不执着有 他是什么呢 离一切细论 好 刚才提到说 我们讲到 缘其无自信 从缘其无自信 缘其是有的 他是没有自信的 他是没有实在性的 他是没有不变性的 从时间流 从时间流来看 从空间来看 他都是无自信的 他这样的说明都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空的定义 所以龙数学他的特色呢 空有无外 那他不偏一边 不偏有的说明 也不偏空的说明 好 龙数菩萨呢 以缘其为中 这缘其为中是很重要的 佛是体悟缘其法而成佛 发挥了缘其无自信 发挥了缘其无自信空 那也用空来建立缘其 所以他的说明呢 缘其跟空之间呢 他是互相正成的 好 依世俗地呢 缘其无自信故空 空故依缘其而有 好 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如果空是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就落入这个断灭空了 好 所以呢 他就弃入于中道 这中道呢 他能善立一切法 在龙数菩萨呢 他的论主要是论 他有两大类 升官跟广行 如果我们看刚才提到的升官 升文跟菩萨差别在哪里 升文的正常道 他先观 观法 先观无常 次观无我 后正涅槃 他先中后 但是菩萨观他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恶地并观 观空能够不正空 空有不恶的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的并观 他能够烦恶 他能够烦恶即菩提 生灭即是不生不灭 生灭不生不灭的并观 所以呢他能够学空不正空 就是你在观空的时候不正空 为什么 因为菩萨呢 有甚深的慈悲 有甚深的智慧 所以他能够观空不正空 那我们如果从广行来看 这个龙树论呢 他有升官跟广行 广行呢 第一个呢 他从剑修到顿悟 剑修到顿悟呢 就是这里 波勒将入必进空 绝诸细论 渐渐的修学 顿悟诸法的实相 这是资历 然后再从顿悟到元修 顿悟以后呢 你还要去 这个 波勒将出必进空 出这个必进空 是为了要怎么样呢 盐土熟生 庄盐佛土怎么样呢 利益众生 好 所以他的修行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二道五菩提的修行 好 我们从以上的说明呢 龙树菩萨呢 他是一位伟大的菩萨 伟大的菩萨是因为 他有伟大的思想 他能够空有无碍 他能够 重观南北佛教 他能够贯通大圣 小圣的佛法 他的思想 他能够把这个 源起法跟必进空性呢 能够融贯在 这个大圣福法当中 兼具自立又能立他 自立立他的圆满 建构出 建构出 严密的 大圣 深广的一个观法 那我们在 下一节课 会跟大家介绍 他的几个观法 其中一个呢 是叫做八部中道 源起八部 那这是 龙树菩萨的一个重要观法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了 最后到这里 可以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西班牙每年平均有 14万只宠物遭到一起 当地在去年至少有11万只狗 及3.3万只猫被抛弃 看向欧洲抛弃猫狗最严重的国家 西班牙政府决定起草法案 禁止宠物店出售猫狗 往后亦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动物 农业部部长卡班纳斯表示 希望国民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就乱买动物 动物权益组织非常欢迎这个决策 因为狗的收容所几乎狗满为患 每天都有狗只被主人遗弃 但与此同时 宠物店的动物又多得不可生数 不合常理 西班牙当局希望立法 有助截止国民一时冲动购买宠物 取而代之 顾客可先在目录浏览动物 稍后再重翻之场直接购买 降低宠物店的豹满清心 而最佳的方法还是希望民众到收容所任养 一来降低不人道的动物繁殖 二来让需要被爱的生命 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窖和平新世界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善知识法语 良好的修行 是要非常诚恳地问自己 我是为什么而生的 每天早上 中午 晚上 都要好好问问自己 这个问题 我们的生 是同一件事 不能由此而无比 可笑的是 面对死亡 人们是如何地伤心悲痛 对于出生 却适合得欢欣快乐 这是愚痴的 我认为 如果你真的要哭 最好是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哭 为根源而哭 因为 如果没有生 就不会有死 这点 你能了解吗 四 是紧紧地挨着呼吸的 身体 呼吸 诸行 何何事物 有违法 都不属于我们 它们会随顺自己的自然法则 我们对身体的现象 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可以使它漂亮一点 暂时看起来 暂时看起来动人且洁净 如同磨口红 牛仙长指甲的少女一样 可是 一旦上了年纪时 任何人都一样 这就是身体的现象 我们无法使它做任何改变 但是 我们所能提升 和美化的 就是这颗心 有些人从出生到死亡 从来没有一次 觉察到自己的呼吸 在他们的身体里进出 他们活得跟自己如此的遥远 你说你太忙 没时间残坐 那你有时间呼吸吗 残坐就是你的呼吸 为什么你有时间呼吸 而没时间残坐呢 呼吸对人们的生命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适法的修习 对你的生命而言 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你就会觉得呼吸和休息法 是同等重要的 我说天下的生命而言 什么是法 无一不是 首先 你会以你的思想来理解法 如果你开始了解法 就会去实践法 如果你实践法 就会开始见到法 而当你见到法时 你就是法了 而且 你拥有佛陀的喜悦 如果你正念的话 一切都会是法的 当我们看到动物在逃避危险时 我们会了解 其实它们就跟我们一样 也会懂得逃避痛苦 寻求快乐 它们也会恐惧 它们对生命的恐惧 就跟我们的一样 一旦我们如实来看时 我们会了解 其实所有的生物 跟我们并无两样 我们同是生 老 病 和死的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一部书 值得一读 那就是心 心 原本是平静的 一离开这个平静 焦虑和烦恼 便会立即升起 如果我们能测见 和了知这个烦恼 那么 心便能再次回复平静 佛教是新的宗教 如此而已 为了增长心 而修行的人 就是修习佛法的人 用你的心 来听吻佛法 而不是用你的耳朵 佛陀说 无论他人 无论他人 有多善良 或多邪恶 都只管衡量自己 而别去评论他人 佛陀 仅是指点出方法 他说 真理就是如此 当下 就会逐渐地释怀 你就不需想得太多了 不论任何念头 何时升起 你只需说 哦 又来了一个 如此而已 任何忽略无常的言论 绝非胜者的言语 诸行 随着它们的自然法则运行 不论我们哭或笑 它们能就义无反顾地 履行它们的法则 然而 没有任何科学的知识 能够阻止这个事物的自然过程 也许你会去牙科 看你的牙齿 可是 即使诊治了它们 它们终究会履行自然的法则 最后 最后 连牙齐自己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一切事物终究都会毁坏 我看你的牙齐自己的自然法则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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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善果 恶行带来恶果 不要期待天神来帮助你 或天使和护法神来保护你 或恍到极日的协助 这些都不是真的 不要去相信它们 如果你相信它们的话 你就会痛苦 你将永远在期待好日子 好月份 好年头 天使 或护法神 如此一来 你只会受苦而已 往你的行为和言语里看 往自己的业里看 为善会带来善 为恶就会带来恶 当你做恶事时 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的 就算别人没看见 你势必看得到你自己 即使躲入山洞里 你仍然找得到自己 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让你作恶 还可以逃脱 同样的道理 你为何看不到自己的亲近呢 你要看到这一切 平静 烦扰 解脱 束缚 你们得自己看清这一切 残座休息 我到处跑 只为寻找 休息禅坐的地方 我并没有觉察到 它已经在那儿了 我的心中 所有的禅坐 就在当下 你的内心 当下的你 内心里 就有生 老 病 和死的存在 我四处追寻 直到几乎筋疲力竭而死 直到那一刻 当我停下来时 才发觉 我一直在寻求的 就在自己的心中 不要去执着 残座中的幻象 和光芒 别随它们一起起落 光芒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手电筒就有了 它无法免除我们的苦啊 当你在做残的时候 对每一个前来的念头说 这不干我的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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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坐是关于心和心的感觉 而不是一件必须追求和挣扎的东西 呼吸在工作时仍然会造成运作 自然自会照料其过程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觉知 并且向内去清楚地关照 禅坐就是如此 切记 你不是为了得到而禅坐 而是为了舍弃 我们不是以欲望来禅坐 而是以放下 如果你想要任何东西 你永远也找不到的 这么说 你可能能不能够 都不会是 你不愿意 你还能够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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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你了解无我时 那么生命的重担便消失了 你会和世界和平共处 当我们看透自我时 就不会再去执着快乐 而且能真正地快乐 学习以不挣扎来放下 单纯地放下 还原你的本人 没有握持 没有执着 坦然自在 但是希望呢 跑一次出发半个小时内 就可以找到那个加油站 所有的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所组成 当他们聚集而成身体时 我们就称他是女的 男的 并给他命名等等 以便使彼此更容易确认 但事实上 并没有任何人存有 有的只是地水火风而已 所以 别过度兴奋 或被他所迷惑 如果你真正地 往内仔细看的话 你将找不到任何人存在 平静 什么是平静 什么是烦恼 平静就是烦恼止息 如果你放下一点点 就会拥有些微的平静 如果你放下的很多 就会拥有很多平静 如果你完全放下 你就会拥有完整的平静 不论是旅行 人或住在一个地方 都要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是无法在山里 或洞穴中 找到平静的 即使你走到 佛陀觉悟的地方 也无法更接近真理 也无法更接近真理 我们想走异行道 我们想走异行道 要等到智慧成熟 你在修行中 至少要痛哭三次 我们想走异行道 实际上快乐是痛苦的伪装 可是在这种细微的形态里 你看不见它 如果你执着快乐 就如同执着痛苦一样 但是你并没有察觉到 当你执取快乐时 要丢弃它本有的苦性是不可能的 它们是如此的不可分离 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认识苦 将苦视为快乐里所具有的伤害 视它们为平等的 因此小心 当快乐升起时 不要得意忘形 当痛苦升起时 不要沮丧 别让自己迷失在其中 视它们同具有同等的价值 我会不会到复苏 我会否认识 我会否认识 体超主 因为欲望 所以爱与恨都是苦 欲求是苦 不想要也是苦 纵使你得到你所想要的 仍然是苦 因为一旦你拥有它 你便活在怕失去它的恐惧中 在恐惧中 你又如何能快乐地生活呢 有伏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不论是危机四伏的灾难现场 还是温暖安详的宁静家园 作为人类最亲密的朋友 他们都以无条件的爱和信任感动着我们 每当地震灾难降临时 搜救犬便会及时地出现在废墟之中 他们比起生命探测仪 能更迅速 灵敏和准确地搜寻到那些 被埋在深层屋里的幸存者 而且 他们能够在更大的区域内迂回搜索 胖虎 你一定要仔细地搜寻啊 狗狗的嗅觉是人的一百万倍 休息包数量是人的四十倍 他们能辨别十万种以上的气味 灵敏的嗅觉 超强的耐力 是成为搜救犬的前提 他们必须经过至少两年的艰苦磨练 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搜救犬 我的丈夫被埋在里面 求求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把他救出来啊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找到你丈夫并把他救出来的 谢谢 谢谢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胖虎 加油 全看你了 哎呀 胖虎 这是怎么了 按照平时的训练 他闻到了人的气息后 就会吠叫着 向我们报告 这次 怎么会由吠叫 变成乌烟呢 我们平时训练时 都是以活人为搜寻目标 我想 被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 已经遇难了 难道 真是这样的吗 哎 不管怎么样 我们 要赶快将这下面的人 挖出来 老公 我的老公啊 胖虎 现在 还不是伤心的时候 还有更多的人 等着我们去营救呢 哎 我们走吧 面对巨大的废墟 面对悲痛的人们 充满灵性的搜救犬 也会悲伤落泪 为素不相识的遇难者哀气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智慧 更源自于这种动物对于人类 与生俱来的依恋与热爱 你可真是幸运啊 掩埋了那么深都被救出来了 是啊 当时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救出来了 这都要感谢那些搜救犬啊 是他们发现了你 否则你被掩埋的那么深 一般的搜寻设备是很难发现你的 是啊 真是多亏了那些搜救犬 如果没有他们 我现在也不可能活在这里的 真是谢谢他们的 快 这里面还有幸存的人 快 这里面果然有幸存者 快把担架抬过来 他的生命迹象已经很微弱了 还好及时被发现了 如果再晚一会儿的话 他可能会死掉的 是啊 他真是太幸运了 哎 你看 他醒了 我 我还活着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救了我 将你从废墟里救出来的 是那些搜救犬 如果没有他们 我想 你现在还被困在废墟里呢 谢谢你们 搜救犬 谢谢你们 由于救援现场瓦砾成堆 碎玻璃遍地 钢筋裸露 加上连续搜寻伤患 许多消防搜救犬的爪子 和身上被刮破划伤 并且为了搜救 他们常常用爪子奋力跑挖 一只搜救犬工作多时之后 爪子常常都已经磨光 留下四五厘米长的伤口 哎呀 你看 黑皮的脚在流血 黑皮 快过来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黑皮 你的伤口怎么这么深啊 来 让我先帮你涂药一下吧 嗯 好了 黑皮 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别再受伤了 黑皮已经搜寻好长时间了 他该休息了 嗯 黑皮 你太累了 休息一下了 黑皮 谢谢你 你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 你的任务就是休息 不要再搜寻了 休息一下吧 黑皮 地震发生后 除了各方派出人员参与救援 搜救犬们也急切去支援搜救工作 快 这里有情况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救了我 是毛小孩发现了你 你最该感谢的是他 毛小孩 对 就是那只搜救犬 由于现场的粉尘 尖锐物 散布在各个倒塌的建筑物之间 对搜救犬来说 都是很危险的事 但他们却不会因受伤而停止 只会继续搜救 快 这里有情况 大家小心 这里有很多碎玻璃 快 他还活着 快抬到救护站 哎呀 猫小孩 你受伤了 这些狗狗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想想我们人类 也实在是自私 只有重要的时刻 才会想起他们 是啊 人类人类平时里吃狗肉 虐待他们 可是到了危机关头 他们还是站出来 拯救人类的生命 没错 他们是战士 是救星 是恩人 是我们人类最可信赖的朋友 无论是 不论是 骚救犬 还是 导盲犬 或者 忌毒犬 乃至 警犬等等 对于 犬类品种的选择 从来 就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任何品种的狗狗 都有可能胜任 以上所列 种种能够帮助人类的工作 即便是一只宠物犬 也可能会在最危急的关头 拯救您的生命 所以 请您好好对待他们 不遗弃 不虐待 不伤害 尤其 如果您暂时 还做不到素食 那也请您 一定不要食用他们的肉 因为 他们不是食物 他们 是我们永远的 很久